然后认为那个县 他所居住的那个县市是最美丽的 金门人在25个县市里面是排第七 所以说你看25个县市 他几乎都是名月前茅 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 师傅 在金门 李县长很努力的推动音乐教育 其实音乐教育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 音乐教育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错了 我们看那个孔子当年 孔老夫子当年的理想里面 那个弦歌促促 音乐在一个地方 如果充满了音乐 的熏陶的话 人心自然就会端正下来 金门县最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们现在变成全台湾的 音乐比赛的常胜军 很多都出自金门 然后金门文化中心 大概每隔一阵子 就一定有个音乐的表演 那金门县民都可以去观赏 去聆听 那在金门学这个管弦乐 学音乐的人的比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请教县长 您是励志要当 把金门变成一个音乐之线吗 那音乐在所谓的教育 心灵的富有上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真善美》 看到这个维也纳合唱团 那看到很多交响的夜团 那我们在金门来看 好像是渴望而不可济 永远是一个梦想 所以那时也是金门最欠缺的 那后来我们也接触到 台湾很多的这个夜团 那看到就是说 这个学音乐的人 这个气质非凡 非常的优雅 那我说我们金门什么时候 才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想这个一直很久以来 一直长存在我们的心里 那我们很幸运的就是 过去的二十几年的期间 我们金门对于师资的培育 特别像体育应业 能够有计划性的培养 所以这些师资 带动了金门这些原地的开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